我剛親了客楼耶 以他的個性 如果不喜歡我 那我當場肯定非死即傷 可是 可是他居然只打了我一巴掌 難道 難道他也喜歡我 不過感覺出來 他跟你在一起的時候 好像比較自在 笑容也比較多啊 柯仁 我喜歡你 這位床子啦 我超愛的啊 不是每樣東西啊 都一定要夾啦 這個名話與你來說 真的很不一樣 我承認 我真的很喜歡他 我絕對 絕對 你絕對不能對話語動心 讓我凡凡難過 你怎麼了 被打了 白打 你是不是打到頭殼壞掉了 你怎麼還在笑啊 因為她後來就沒有再打了 你一定傷到腦了 不行 我們馬上去記診 你不懂啊大姨媽 我這個可不是單純的受傷 這個是通過女神試練的 光榮勳章 什麼試練 什麼勳章啊 我看你這樣傻笑 你是不是要感情順利啊 蛤 那我叫你去約那個中文一家人吃飯 你到底約了沒啊 你該不會還沒約吧 約了啦 約了啦 約了我更安心了 那幹嘛臉那麼臭啊 那幹嘛臉那麼臭啊 對了 他們全家應該都會一起來吧 對喔 他們全家人都會到耶 剛好我可以趁這個機會 對所有人把話給說清楚 對 說什麼清楚啊 全部啊 這樣可以讓我喜歡的人安心 也可以讓不該喜歡我的人趁早死心 去尋找屬於一趟自己的幸福 對 就是這樣 我是聽不太懂你在講什麼啦 不過這把話講清楚呢 是對的 大姨媽支持你 加油啊 哈哈哈哈 今天 當著大家的面 我有件事情想要告訴你們 其實 其實我喜歡的人 一定是穆凡 而是你 趙克榮 這樣問不太直接一點啊 不行不行 我一定要想一個好的 想一個好的 換什麼好嘞 喔 穆凡 你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女孩 能夠娶到你 對 我一定會很幸運 很幸運 你左立說要把話說清楚 就是要跟張茂凡求婚啦 像是有點快啦 不過 好啦 大姨媽平常同意啦 大姨媽在說什麼嗎 不是啦 啊 啊不然是什麼啦 我覺得你最近怪怪的耶 這說話都不說清楚啊 她不是跟你說 今天會說清楚咩 那到底要說什麼咩 等人來再說嘛 我去尿尿啦 你看你緊張的咧 唉呀 快快快 唉呀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讓你久等了 沒關係沒關係 你看我們換雨啊 都迫不及待想見到趙喬姐 都親自到門口去迎接了呢 來來先請坐嘛 來來走走走 謝謝 妳換雨 妳一定要告白成功 妳可不可以愛我 可不可以看我 反正看或不看我 依然是昏落過 成全不是美的 拒絕也不是一種醉 妳不要這樣說 這是我的東西 早就想認識妳們啦 早就想認識妳們 這就是漂亮 你不嫌棄 二姐 你們就沒事 幹嘛偏媽說妳有事啊 妳還不是一樣 拜託 那種印潮的飯局那麼無聊 之前每次都陪姐去相親 我就快要窒息了 對啊 不過啊 大姐真這麼喜歡你們總經理 應該不會再有下次相親了吧 我猜啊 他們應該快結婚了吧 是嗎 什麼啊 你不需要我們結婚啊 怎麼會啊 怎麼會啊 不過啊 大姐真這麼喜歡你們總經理 應該不會再有下次相親了吧 我猜啊 他們應該快結婚了吧 是嗎 什麼啊 你不需要我們結婚啊 怎麼會啊 姐 難得遇到一個她喜歡的嗎 而且剛好又是蠻想要的有錢人 一切都很好啊 信安啊 要怎麼樣 才可以不喜歡一個人啊 很簡單啊 你就想要討人厭的地方就好啦 沒錯 寧幻宇其實能討人厭 不但會偷看女生換衣服 還會說謊整人 穿衣服也一點品味都沒有 我怎麼可能會喜歡她 趙千日怎麼沒來啊 哎呀 你知道了嗎 我們家那個美容院呢 雖然是小小一間店 不過呢 為了她個人跑掉 我們可是一天都不敢休息呢 所以今天呢 她就讓我先在家看店了 好辛苦耶 是啊 我後果哪天啊 也去讓你弄弄頭髮啊 好 好 我應該要不要 那樣 好 好